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哦 看看今天吃什么了 哎呦 真快 大家好 我想在我开场之前说了句话 我在这儿唱歌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我的外甥女儿 她现在得了重病 整天在医院闷闷不乐 不管我一会儿唱得好 还是不好 我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在这块布上 帮我写上三个字 你能行 我希望凑足了999个祝福 送给她 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我在这儿 谢谢大家了 我给大家 带来一首风风打来 我想把这首歌 送给我父师的父亲 还有我的姐姐姐 他们都是老北方产的工人 我希望他们 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幸福 在这儿 我真的会上一段时间 他都是老北方产的 怎么做 我还是 fant座 我柔转 指责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这回多亏了 那小媳妇崔教授了 丽华 我进来了啊 哎呀 妈呀 这是跟谁 不是 生什么的 你坐下 一会儿盆踩漏了 惹你生这么大气啊 陈金啊 哎 这个房子指定要卖是吧 妈 给锦锦治病要紧 对啊 那你要卖给隔壁那姓梦的也是真的啦 小 小梦 贪图呀 你说我咋样的这么贪图啊 我跟你说我得用巧啊 那一巧都把你吐吐的 哎 吐吐是两将 哎 哎 你干啥 病啊 你还跟人说啥啦 我跟你说 你说啥 你一个字都不闹挫 跟他弯弯正正说一遍 把皮疙瘩翻完 嗯 黑子洩洩问我 问我锦琴的病 然后我说 舅舅打算卖房给锦琴治病 他问我卖给谁 我说卖给我外 过来 过去了 你干啥 过去去 若了人不治 除非己莫为 让孩子他懂啥呀 懂 走别了 不理他 睡觉 走 不理他 我计划的多长时间 我为这家付出的多少 有才像我我的心 我的妈呀 计划全乱留 说吧 有这么回事吗 妈 我刚才故事都跟你说 你也不轻 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小妹确实是找过我 但是真的没有往心里去 要不我怎么都没跟前进说呢 那好 那就算你们还有点头脑 是不是 那 这房子指定要卖了是不是 那行 我买 不是 妈 你到底啥意思 你做不你做一块 你到底啥意思呀 你说我给你们钱 你们不料 非要卖房子 那既然要卖房子 那不正好吗 妈 那只是我们有这么个想法 怎么 这想法就是不对的 那个房子说啥也不能卖 更不能卖给那个隔壁的姓梦的 知道吗 你说郭江结婚要房子吗 你们三口你说在这住 是不是也得要房子啊 我跟你讲 既然你们要卖就卖给我 咱说啥也不能卖给他 卖给我吧 我死了以后这房子是你们的 你说要卖给隔壁那姓梦的 那就没你们的份了 你这不糊涂吗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你说你们没有远见 我老太太要再没有远见 咱们都得睡在大马路上 妈 谁叫这么臭 臭吗 你别看你的 我的 没闻这味啊 你说两口根本闻不着啥味 妈那鼻子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那么敏感 说真紧的吧 老公 有件事 我还没跟你说呢 说 但说无妨 老杜 老杜也要买房 他买呗他有的是钱 愿意买买去 跟他有啥关系 买咱家的 我的天妈 下事啊 你没事 坐在那儿 怎么样了 挺好的 大夫说恢复得不错 说今天再做一回治疗 这个疗程就可以结束了 那啥 谢谢你们俩 这段时间 姐姐没少麻烦你们照顾 这都是小意思 紧经的手术方案怎么定的 呃 大夫是这么说的 建议最好先不做 说这孩子太小了 然后之后刚犯过病 手术要是现在做的话 觉得有点太倡促了 过段时间再说吧 那就是说要出院了 那可不 你这一住都半个多月了 功课都不知道落多少了 对 孩子还是要以学习为重 不过平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再犯病了 人家小谢专门问过医生 各种剧烈的体育运动 都不能参加 防止增加心脏负担 哎呀 你看 麻烦你照顾姐姐 就挺过不去的了 你还操这些 没啥 我也就是随口问问的 人家可不是随口问问啊 人家可是真是上着心的 比照顾我都上心的 你看您说的 您这是在批评我的 会议强调要坚持维护好 实践好 发展好 人民群众更本力 继续实施民生工程 启动五万平方米以上 彭护区改造任务 确保有就业需求的 零就业家庭在短时间内 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或再就业 各完了 好 大家领会这个精神没有 对 老师 多好 这体现了 上级领导 对咱们的关怀 彭护区改造 说了半天 就是说咱们这篇 对吧 这对咱们多重要 这关乎着咱们的切身令 还有 零就业 就是你们家没有就业的 至少给你解决一个就业 是吧 或者再就业 哎呀 我这心里头听着确实是暖洋洋 真的 我们真得 感谢上级领导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的爱护 所以说 我们得加倍地努力工作 接下来咱们就得 保养车辆 大家都忙去吧 好 晃哥 你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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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哥 晃哥 你妈是怎么样在那儿啊 哥 我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 典型的无组织无距离 无绝无立场的人 别人说啥 那就是是不是 我说啥 那就是放屁 你妈是个老年人 你是年轻人 一些旧脑筋 旧思想 你得给他更新啊 你得让他有一些 新的想法啊 你想想我们住的 这是个棚户区 那上级领导的关怀 怎么就体现不下来呢 棚户区改造 这是多大的事 这是关乎着 全省人民的一件大事 咱们的破房 都住了多少年了 阁下有新楼房住了 不敢在那儿住一辈子 十辈子 哥 他说对 是这样 你看我媳妇 和他妈 还有其他那些 大妈大婶啥的 他们已经成立一个 钉字户 那个同盟会 你妈 你俩老太太 是同盟会的盟主 我一听吓一跳 这总盟主都出来了 在哪儿啊 就在报摊那儿 隔三差五 就聚起开个会 讨论啥的 大家可热闹了 据说最近这人数吧 好像还不断增加 不光是咱 三寸公楼的人 一寸二寸的人 也慕眉而来 看来呀 这思想工作真是难做呀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哈哈哈哈 善儿 全是按你的意思说的 只要你带头 我们全听你的 好 你们放心 这个俗话不是说吗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是吧 我连扎个头也没啥 干不家庭吗 得起个先锋作用 是不是 但是啊 你们得坚持立场 不能打退团股 不能打 不能 那行 我再提醒你们啊 这个堡垒吧 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咱们呢 心呢 得 往一块儿想 劲儿往一块儿使 听没听着 现在跟我学啊 服从命令听指挥 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掉一日得胜利 不掉一日得胜利 好 好 哎呀 哎呀 你一行一生还得干啥呀 你说这 激动 一叫 我说到哪儿呢 你说 对 咱们不打得目的 绝不后退 好 三会 哎呀 回去两个人收拾啊 琢磨琢磨啊 行行行行行 哎 丑老子 哎 黎晨也在那 过去了 哎 妈 您这张我啥大事呢 不都为了你啊 你这两天疯哪去了 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我这两天 是不是跑几个场子嘛 我得这俩散嘴俩 笑着你啊 哎呦 你妈还有那个好命呢 您看起来 哎 我跟你讲 介绍对象 你是不是都往脑后去了 哎呦 您说别的事 您为我操心吗 这我还能理解 您儿子在这方面的事 您还怀疑啊 我想找对象 那不分分钟的事 是不 真能吹 你找那个对象 那都是活土匪 您这话啥意思 啥意思 你说你带了那几个女朋友 哪个不是 一登门 就给见面礼 是不是 到时候 把我那点存货 都给我搜刮走了 那您现在就没存货了 没了 那我看您这耳朵上 哎 别惦记啊 这可是你老婆给我的赔价 跟您开玩笑呢 妈 您看您那点格局吧 我跟您说妈 这真金不怕火炼 这人呀 就得拿钱实 我那时候不是一时 被感情冲通了头脑吗 要不您站着出手 帮我试探这么一两回 那后果不堪设想嘛 这关系到我后半位的兴了 所以呢 您这些存货送出去 一点都不远 挺值得 拉倒吧 就是 蒙我吧 我看那个小文挺好 我挺喜欢的 你看 长得也好看 性格也好 你跟他见一面 也不损是啥 就当成全妈妈的愿吧 行不行 行倒是行 就是我最近特别忙嘛 除了晚上白天都有火 白天都有火 那谁呀 真的 真的 见还是不见 您看 我要说不见 您是不是又得抽我 试试看嘛 那我还敢试啊 妈 不过我这两天真的特别忙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过两天行不行 妈你说定了 说定了 别笨我 我不忙您 那你忙去吧 那行 那我走了妈了啊 嗯 还挺忙 像个干部 比干部都忙啊 收到了收到了 哎呀 少女外就收到了 啊 你放心吧 好了 我挂了啊 哎呀 前进呢 啥事啊 光坐这不说话 啊 这不一直在接电话 对 我跟你说啊 你要再不说 让他真没机会 我这也马上出门了 其实也没啥 哎 这不是我全年 安全超里程了吗 嗯 公司奖励我去旅游一次 对啊 咋的 不想去啊 想去 去不了 哎呀 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一文钱恨不得搬成两半话 我舍不得 你不会是想把这钱 折成线吧 我就是这意思 闺女现在不用动手术 但早晚得动 钱操够了 我这心里都踏实 嗯 钱金呢 这一点我就佩服 要说当爹 你是真够才能 哎 哎 财务科啊 我吴总 你听我说啊 钱进去旅游那个钱 折成现金 还月份去取 好了 就这样 满意了 谢谢 大哥来了 我去叫老板 等会儿 等会儿 他们都在吗 都在 都在 老板 老板娘 水啊 水 大哥来了 哎 快点啊 买点菜快点啊 哥 你咋来的呢 你怎么没出车呀 哎呦 我比出车事还大 哥来了 冒冒 你那啥 倒点热水来 然后拌两两菜 我菜你放了 菜我不在这吃 咱吃吧 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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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炒了 炒了 那还有私呀 我跟你吃啊你 是吧 那那你先说 嗯 我私也不 不是啥大事 你 你装作肯定有私 你先说 你先说 哎呀 裁剑这事儿想必 你俩都知道了吧 好 哎呀 议论挺多的 是吧 好 有的是积极的 有的是消极的 这个老厂啊 前两天把我们叫回去 开了一个会 传达了一下省里和市里的 这个 文件精神 要求我们这些党员呢 给家属做好工作 想象政府的号召 积极配合 裁前公众 那没问题 这管家我们俩不是党员啊 对 你们不是党员 但我是啊 对吧 你们也算是 党员家属吧 是 是 党员家属 这个 配合不配合 急急不急急 管家还是要看见 伤头的决策 这个 没有问题 我俩这都是老实人 简洁拥护荡 跟着争服一条鞋 自要在澎湖区 大部分人只要向应 我俩没有问题 你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 他 这就是那个态度 你们不是党员 不能要求你们 事事的往前冲 不拖后腿就行 那肯定不能 哥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 咱俩肯定不拖后腿 肚子还怕有人拖后腿 就撒你了 那咋听说这个老太太 那要打吊子会呢 这个啊 你也听说了 哥 你和嫂子整天早是晚归的 可能不知道 老太太那抱摊上啊 天天准时开会 她讨论的热火朝天 说的就是这拆迁的事 好 你们反映这个情况挺好的 其实呢我这呢 一切尽在这儿吧 没难的不是 哥能解决这问题 没问题 进去咋呀 进去 你嫂子在医院 要是没有什么情况的话 这两天该出院了 那手术准备啥时候作用 一切都得替代你 找爱男为了 真是 哥呀 还有就是 你买房子的这个事情 好 这些话干啥呀 让他给嫂子说 你嫂子跟我说的事呢 今天 手术这个费 数目确实挺大的 看来房子还是 还是得卖 不过具体怎么个卖法啊 卖法还没跟你嫂子商量 我还听说 这房子得是老太太想卖 不 这你也能听说 不是 那这开饭店的嘛 这你敢来些 鬼窝吹流啊 三脚就流 整张都传话 传船子传个耳朵 那应该不对吧 老太太一个想法 一般是传不出来的 哎呀 那这这个想法可能漏点 反正都传到个耳朵 也不知道咱们乖乖都挺爽的 回头再说吧这事 回头我再给你嫂子商量 莫莫 哎 那个水给我弄好了吗 弄好了 弄好了 是 比较热的啊 热的 是热的 哎呦 这还真当手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啊 慢点啊 哎 哥 那个我来这儿垫了点忙 进去那点腻子都找不到 好 那都不用 好 好 行 那个拆迁那事啊 行行 知道了 哥 不捣乱啊 放心吧 嗯 慢坐啊 哥 哎 好 除了房子没别的 小线 哎 你写什么呢 哦 这个锦金明天不是要出院了吗 那个好多注意事项 我想给他写下来 让他回家以后 照着这上面坐 你对锦金还真上心 嗯 你看这么好的孩子 谁见了不喜欢呢 是啊 是不是耽误您休息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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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睡得着 我能休息 你放心吧 你醒你的吧 我一会儿就完 好 我一会儿就完蛋了 我一会儿就完蛋了 对不起 我一会儿就完蛋了 我一会儿就完蛋了 …" 房间的工具的新丧 虽然都是咱们常常的的意义 可是那么大一片棚木区改造 出了问题可不是小事 我们家老太太我父亲 其他家呢我们也能做工作 只是政策省畜下来 那你不用着急 陆陆续续都会下来 那就好 前进 还有事我得先让你透个底 厂子从组即将完成 到时候 会给所有的下岗职工 不发部分工资 真的假的 你等会儿 老宋 你说这些话 我都有点害怕 这回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是真的 千真万确 太好了 老宋 你还跟我干吗 对对对 照顾着好性 走了 走了 太好了 好了 真的假的呀 那 那能补多少啊 我算了一下 从九八年前下岗 基本工资就给停了 咱俩加在一起这么多年 怎么着 也够给警察做手术的 即便不够给警察做手术 只发一部分 那也解决了一大半 你怎么了 丽华 好 好 我是想 咱爸在世的时候就说吧 说常理班即便是下了岗了 也不会不要咱 组织也不会忘了咱 这 他受不了了 丽华 这笔钱 真是咱救命的钱 我们现在啊 虽然是住在彭埔区域 条件是差了点 可他马上就要猜签了 等新房子下来 咱们一直买个大的 阿姨 您放心 我也是在彭埔区里 长大的孩子 家庭条件 只要过得去就行了 重要的 还是这个人 有没有上进心 小文啊 你在幼儿园 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 也是这样啊 阿姨 好看 又有性格 谢谢大家 这么大的冷天 为我的外甥女儿先爱心 我在这儿 代表我们全家 感谢大家 下面 我为大家再演唱一首 阿姨 你看什么呢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一样东西没买 就在这儿 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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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是的 你家有事 你咋不说一声呢 国强他 国强他好好的呀 审儿啊 国强是真不错呀 我之前对他 还有点误会 你说今天听他唱的 听他说的 我这心里啊 可难受了 审儿啊 我跟你说 你这家有困难 你就说 咱也不是外人 没有多 还有少 是不 那成 那审儿 我走了啊 有事你可置身啊 阿姨 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没有 那他 刚才怎么说国强他 国强盲剧呢 你说他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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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吃啥呢 是 不在乎幻想 伴着泪水 是 超越梦想 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随命迹这一回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随命迹 让随命迹 超越梦想 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随命迹 让随命迹 好 浅姐啊 虽然医生说 可以先保守治理 但是咱可不能调理清心啊 尤其上庭音和啥子 别叫我孩子 参加剧烈火罗啊 你放心 我多记忽 倒是您 得赶紧好起来 这几年 第二年到你们家去学琴呢 这你就别吵心了 有小谢 找我 好快乐的 浅姐 那个 阿姨给你写的注意事项 你都放好了吗 放好了 回家以后一定照着做 千万别偷懒啊 放心吧 谢阿姨 行了 走吧 跟阿姨和大家再见 谢大夫 谢阿姨再见 再见 姐姐 我们走了啊 姐姐再见啊 回家一定注意啊 姐姐 这谢老爷挺有意的啊 阿姨给你什么了 这是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连你妈都不告诉我 妈妈难堪 爸爸不难堪 妈妈难堪 妈妈难堪 我白忙活了 白昏了你们 没感情了 你真帮不上门的 紧紧的锻炼和饮食计划 你行啊 那倒是 行了 收下来吧 这家蟹蓝长得挺上心的 那是 咱姑娘你说谁见了谁不喜欢 那倒是 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嗯 妈再进水火吧 不吃了阿姨 那我们走了妈 那咱就去 娇娇 妈妈好 紧紧 我看我看 真好 真好 也太好了 本来舅舅还要去接你去呢 今天有点事给耽误了 不怪舅舅吧 不怪 乖 嗯 来 就是 就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是国强的女朋友 叫小文 哦 你好 对 小文 你给介绍一下啊 那我姐 现在在服装店当经理 我姐夫 现在做物流产业 姐姐好 姐夫好 对 听她瞎说 我就是一个司机 开车的 阿姨 那您好好照顾身体 我们先走了 下次再来看您 这就走了 给你们整点饭啊 还不吃了 姐 我们出去吃 嗯 完了 又开始了 咱们走了嘛 行行 行行行 一定来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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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依不舍的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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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来家玩啊 行 行 行 丽华快来 妈好像丢啥东西哭了 咋了 咋了 这怎么 刚一走 这就开始掉肋 谁欺负你了 这不过去 好 好 好 怎么好了 没给我要礼物的呀 这还真是丑一个 表情也太低了 那是没到时候呢 那要也没有了 上次还是你支援妈一个耳环呢 那不也打水漂了吗 行行 咱不说这些了啊 前进啊 嗯 那个房子 不卖了 怎么不卖了 好了 妈 咱不提房子的事了 咱先提拆迁的事了 因为拆迁的事 跟房子价格有关系 就是你听说那个 有那么一群 不是一群 就一小撮 哎呀 天天在一起聚众啊 在一起这个开黑会 说黑话呀 这家伙在一起研究 怎么跟政府的拆迁工作 对着干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有这么一帮人哪 不是一帮 就那么一小撮 一小就一撮 哎 还办到妇女啥的 就是不读书不干梦 跟你卖房子有关系啊 没关系 妈 但这房子确实不用卖了 因为姐姐现在呢 也不着急做手术 你说我们把房子卖了 你让我们住哪儿啊 卖不卖随你卖 可是要卖 肯定卖你 这事就定了 你这老太子 尴尬呢 这事 就定了 谁学谁 怎么现在呢 我就是这个情况 你要是觉得我没有正经工作呢 我没啥可说的 但是我觉得追求理想 那就是正经事 你看 这人要是没有理想 那不就是个行驶走肉呢 那我们家人不理解过 你能理解吧 我能理解 人吧 人吧 能有自己的理想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们的生活里 应该只有我们自己 人的一生 会有很多责任 你是摆脱不掉的 就好像你的家人 或许 为他们付出 为他们担当 也能成为 我们追求的一部分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 都应该会有叛逆和冲动 可是人 总会慢慢地成熟起来 也会慢慢地去学会 努力 学会担当 到那个时候 也许我们会发现 原来理想它只是 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 生活里 还有很多的美好 它是值得我们去努力 值得我们去担当的 你觉得呢 来 用紫团餐点 吃个肉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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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你说的 没事咱老哥俩 就不能坐下来喝一杯咖啡 那也是 小姐 你看我比你大几岁 我记得当年咱还是一块儿进场的吧 什么叫当年是一块儿进场 咱俩就是一块儿进场 是 当时你好啊 你多风光 大专生 跟我师傅那儿没学几天读 就掉到厂半去 我岳父还常说呢 说人家小杜啊 学历比你高 你没人家有文化 你就踏踏实实地给我当徒弟吧 可是重要的是 高书记还是把闺女儿嫁给你了呀 有利就有弊 我天天跟着师傅混 进水楼台先得愈 老杜 你这约我到这儿来 该不是跟我说这事了 是 以前的事咱俩就说了 不聊了 我今天叫你来呢 是想感谢你的 感谢我 我今天就会来的 不聊了 那我今天叫你来的 就是我来的 似乎的 你去的 感谢观看 我给你拿钱 你这不弄烦呢 这个钱我不是给你们的 我是给锦姐的 老朵 我真的挺感动的 我谢谢你 前世日子我还为这事发愁 差点没卖房子 现在房子不用卖了 钱也有了 可是我听丽华算 我知道 这钱你给过丽华 丽华没要 现在你又把它给我 我要是收了丽华 还不得把我给吃饶 钱金 老朵 再不说这个 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这事就不提了 如果说我真的有困难那时候 你放心 我一定会向你开口的 好 反正钱呢就在我这儿 你们两口子什么时候要 随时上我这儿来拿 谢谢老朵 前进 我呢 还有一个请求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说 我想啊 任金金做我的干女儿 你看怎么样 好事啊 老朵 我还是得感谢你啊 只是 这事你得问丽华 我说了不算 哎 不对啊 丽华说让我问你一下 她说你们家你说了算呀 丽华真是这么说的吗 她就是这么说的呀 哦 老朵 你是了解我的吗 我这个人高姿态 啊 我就心思把丽华推到前面 这样 男人吧 既然 我们家的底细 你已经了解了 那我向你表个胆 我同意 我就知道 是你说了算了 来 喝咖啡 好 黑子才几年功龄呢 就能领那么多 那前天哥和嫂子不功龄长 那前天大哥还是干部 那他比黑子多的多 哎 婶 你咋听了一点都不高兴呢 怪不得 这两口子突然变脸了 闹了半天得外财了 我跟你说 婶 这不是外财 公司 不夸的公司 看不看见 现在斗争形势可越来越复杂了 那咋的呢 这不厂子啊 给大伙补发点工资 就是让大伙乐呵乐呵 好顺顺当当的拆迁呗 去 老宋那个老狐狸啊 精明着呢 不能吧 那要是那样的话 老宋直接说一句 说那个 拆迁的就给补发 不拆迁的就不发了呗 哎呀 她敢呢 那工资是工资 补发是补发 两码事儿 那婶儿我跟你说 这段时间吧 黑的没少跟我做工作 她跟我说说 让我向组织靠拢 别参加啥小团体 嗯 老宋的工作还没开始 就是想撤了 啊 没有 婶儿 我是闲着 你说那个我卷着黑的说的吧 有点道理 你说咱们在这棚户区 住了这么多年了 那好不容易有机会换新楼 那咱们也 哎咋咋地 啊 这个钉子户我是当定的 不是 婶儿 其实我倒觉得 不用说了 其实可以看 我不想听了 好 走吧 哦 那行 那婶儿我走了 啊 做我的工作 还不知道谁做谁的工作